要解釋清楚的有很多,尤其是我們剛剛看到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賴清德跌了10% 這10%會不會跟接下來我要談的有關係呢,就是進口蛋的爭議啊,進口蛋爭議現在還在燒 到底蛋的流向在哪裡,有些人還沒講清楚,要怎麼去銷毀,未來還有多少要銷毀,要花多少錢 那現在蛋又要漲了,中秋節又要再漲了,大家真的是為了蛋,真的是絞盡腦汁 我們現在談的是誰,是他,圖萬財,一開始大家覺得說他只是一個吹哨者,很衰,講真話被罰 後來發現他真的不太對勁耶,他竟然吞了1000多萬的罰單,還是不跟你講我的蛋的流向是在哪裡 他現在就算被絆了,他也不怕,第一時間昨天圖萬財跟他的媳婦被移送到高雄地檢所來附訓 他涉嫌什麼,衛造文書跟詐欺罪,我看到詐欺罪有點嚇到,賣蛋賣到詐欺 我就懷疑你是賣什麼蛋,四等蛋,混沖,高級蛋嗎,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會有詐欺,我們要好好聊一下 那現在被這個30萬跟10萬元交保,還記得圖萬財之前說嗎 如果衛生局要罰我4萬元,我就很委屈了,罰更多會找律師提告 他也說了,我根本不是壞蛋,我也不做混蛋事 我們先從他第一句來講,罰4萬塊他就要找律師去提告 各位啊,他兩週被罰1130萬 麻煩圖大哥你的律師先找好 那現在為什麼會罰那麼多錢,為什麼會被辦 因為他流向不明的數量還有425萬顆啊 你到底流到哪裡去了,會不會又是我們可憐的阿兵哥默默地吃掉了呢 難怪你都不想講,會有這個可能嗎 麻煩檢方查清楚齁,那除了這個圖萬財外 現在北市府也對於續產會沒有交代這個完整的進口流向資料 也開罰了3萬塊,你沒聽錯啊 人家是開罰圖萬財1130萬,他開中央續產會3萬塊 所以呢,大家都覺得很悶啊 台北市議員請問書就說,會不會罰太少啦 那北市府說,哎呀4天內啊,他們一定要完整的提供資料 沒有補交,我們持續開罰6到12萬元 那為什麼我剛剛說,這個蛋會傷到賴清德少10% 會這個原因嗎 我們從另外一份來看,一樣是台灣民意基金會做的 進口爭議蛋的民調齁 他們就問說,你對於這個雞蛋的這個進出口,滿意嗎 不滿意快6成了耶,56.7,滿意只有20.6 會不會進口蛋已經種錯了賴清德的選情呢 來,賓哥你怎麼看,圖萬財他為什麼 寧願吞1130萬的罰單 他寧願被詐欺罪跟衛造文書罪送 他還沒有講說我其他蛋到底流向哪裡 這秘密到底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非常詭異的一件事情 因為大家都記得9月13號那天印象很深刻 因為他被罰4萬之後,他就急著跳腳 就直接跟記者講這種東西怎麼可以罰我 我很委屈耶這樣講了一大堆 結果現在罰了1130萬反而不吭聲了 實際上他今天出庭就是走出那個地檢署的時候 他本來想要講話 結果他剛開口 他的家屬馬上在旁邊跟他講 不要再講了 爸爸別講了,直接拉走 對,直接把他拉走 為什麼 奇怪蛋的流向有這麼神秘嗎 說實在這不是很奇怪 被一般的廠商被罰1130萬 絕對不是小數字耶 對 那他為什麼要把這個東西都要吞下去 到底是為什麼 因為蛋能夠流去哪裡嗎 他現在可能出現幾個包 比如說過期嘛 過期他還把他賣掉 是 大概就是這樣 可是不要忘記喔 他是不是過期賣掉 其實是可以查出來 為什麼怎麼查 從中央續產會查就可以了 因為蛋是中央續產會給他的 所以中央續產會給他的 時程一推算 你就知道他是不是過期還把他賣掉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高雄市衛生局 你不要止拔突然財 你為什麼不去 把中央續產會 叫中央續產會 會把所有的資料叫出來 為什麼 你有沒有注意到 剛好政府從頭到尾指發 台農跟信心 也就是圖案財負責這兩家公司 中央續產會他問都沒問過 為什麼 這不是很奇怪嗎 因為照理來說 你要釐清整個蛋的來龍去末 不是除了你要追查 圖案財到底下游 流到哪裡去之外 上面你要去查 源頭 源頭是誰給他 中央續產會你到底給他多少蛋啊 因為現在都是圖案財一個人在講 對不對 那中央續產會你又要去問他 你到底給他多少蛋 是從哪幾個批向來 是只有給他巴西蛋還是土耳其蛋 還是澳洲蛋 你這些都要有資料給我 那高雄市衛生局為什麼不去查這個 我也覺得很奇怪 然後台北市政府有去查 查中央續產會 然後中央續產會說不能給 為什麼 這個資料會涉及到什麼東西 有這麼神秘嗎 我就搞不懂 我們進口是雞蛋 又不是原子蛋 你怕什麼 對不對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嗎 然後詹順貴我們的前環保組副組長 還出來喊冤 說你台北市政府這樣不行啦 你哪有說就要把所有資料都給你的 你先收到台北市政府的那一部分 你要名列出來這樣子才可以 不然的話他沒辦法給你資料 你在講什麼啦 照理來說已經引發 欸百分之五十六的民眾都不滿意了喔 這個全國民眾關切的事情 其實這又不是什麼機密的東西 你中央續產會照理來說 就應該把你所有蛋管理師 給哪一個地方 縣市政府 你就把你所有從國外進口的蛋 到底進口多少批次 從哪一個養殖廠生產的 所有的流程 流向哪裡 全部公佈在網路上 讓大家看不就結了嗎 為什麼要人家問你一點 你才給一點 甚至還不願意給 就擠牙膏嘛 莫名其妙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這種東西到底有什麼機密可言 那同樣我們回過頭來 圖案財那邊到底有什麼機密 我現在懷疑的是什麼你知道 會不會圖案財根本沒收到這麼多蛋 也就是實際上 中央續產會的數字 是不是根本就是假 因為很奇怪嘛 不然的話 照理來講 這種東西有什麼機密可言 我現在懷疑是什麼 你說你進了一億四千萬顆蛋 從巴西進了八千八百萬顆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個數字 這中間會不會有一些 根本買空賣空的東西 因為它進來都是香喔 可是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全部變顆 為什麼 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正常雞蛋沒有人在算顆的 大家都在算香或是算重量 怎麼會有人算一顆一顆的算 為什麼中央續產會 跟農業部給我們資料都是顆 這個東西我認為 中間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地方 要解釋大家的質疑 很簡單 把所有的流向資料全部公布 不然的話我覺得 這中間一定有問題 沒有我們剛剛談很多齁 其實兩個民調我們來看 第一個是我剛剛談到 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 有六成的民眾不滿意 這個進口蛋政策 另外我剛剛也有談到 賴清德跌10%是因為進口蛋的關係嗎 還是你觀察到是 為什麼會傷這麼大 執政本來就要受到檢驗 你說執政有政績 但是也有包袱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對於民進黨 對賴清德來講 你的政策受到檢驗 這本來就是要準備的事情 而且你被檢驗的東西 也不會說只有蛋價 或者是進口蛋的這個政策 在未來選舉要慢慢進入白熱化的階段 然後不管藍白合不合 不管他合不合 他一定都會以這個 所謂的攻擊民進黨為藍白競選的主軸 所以包括後來 後續我認為 其實我也不用去講他們會打什麼 幾個題目會怎麼打 其實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所以我覺得 從進口蛋的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執政團隊要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的整個發言系統 還有你在解釋爭議的步調 是不是你要有一個意思是說 你要面對政治上面的風暴 因為在整個農業部 其實從頭到尾的回應裡面 我們看到的東西 很多都是來自官僚的資訊 而且可能次長跟司長講的不一樣 部長講的跟司長又不一樣 大家都不一樣 這對來對去的時候 就會造成民眾在信心上面 以及輿論上面很大的波動 所以政府是不是要去考慮說 在你回應每個政策的時候 你都要有完全的準備 我覺得這很重要 像我們剛剛前面在談的 這個民洋大火的這個題目 其實在當下一開始事故發生的時候 很多記者去賭麥消防局長 然後消防局長在情急之下 現場一片混亂 他回答一些記者問題 最後在釐清的時候發現 其實之前的回答也有講不清楚 或者是失誤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蛋 他是一夜之球 就是你看得到未來在選戰的步調上面 一定會有陸陸續續更多議題 所以民調一時當然波動上上下下 這個不會是選舉的結果 不會是選舉的終點 現在我們要看的是 執政團隊關於回應問題 回應政治質疑的準備做好了沒有 因為千萬不要忘了 執政有政績但同時也有包袱 這個是要挑戰連任 挑戰續任的人一定要準備的事情 直董你怎麼看 你們現在台北市只罰了3萬塊 說陸陸續續罰 但是罰太少怎麼回事 其實剛剛阿淼這樣講 我很想問他到底是 如果是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 做到你身上 你會寫滿意不滿意 還是不知道沒意見 好像沒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 大家都很想知道 就是這一次的蛋是民怨都打出來 其實也不是什麼中央執政團隊要備受檢驗 然後這個發言系統回太慢的問題 是真的買空賣空是不是裡面有些貓膩 然後超市的負責人到現在還不出來講 然後現在圖萬財好像也是危機重重 好像都有什麼引擎 背後是有什麼大魔王 讓他們就全部都閉嘴了嗎 很奇怪阿 所以當然現在我們有很多的資料 還要靠這個中央續廠會 跟我們的農業部來提供 現在完全沒辦法提供耶 很奇怪耶 你這些東西不是都進來都有備份跟資料嗎 你跟蛋龍收了多少的雞蛋 然後你是把它做成蛋液呢 加工到哪邊去呢 或是委託誰來幫你賣呢 這些東西應該什麼數字都在電腦上面 甚至到雲端上面阿 現在這個書發部不是很厲害嗎 什麼東西都做成雲端散傳嗎 所以你公文的審批跟你這些蛋的流向 兩個小時的事情就可以了吧 我們這個苗筆阿 最近有在講說我們所知的這個事情嗎 我們所知很快阿 一天就出來阿 所以台北市政府的效率是如此 那續廠會跟這個農業部的效率不能比照嗎 那如果到現在已經三到四天 都還沒有提沒有辦法提供完整的資料是怎樣 我們在懷疑是把資料給塗銷掉 還是把資料給隱匿掉 還是說有很多東西不能給的就是不能給我讓你罰吧 罰到這個事件大家稍微冷靜一下不去追了我就沒有事了 是這樣子嗎 那但是我們可以這樣輕輕放下 所以我支持啦 這個秦衛諸議員講的沒錯罰太少了 你們如果不提供就繼續罰 而且這中間一定有很多貓膩 甚至如果說我們剛才所講的嘛 很多東西都可以上雲端 很多東西公文系統一拉全部都跑出來 如果這中間有人因為這樣子怠惰獨職 我覺得也是我們司法體系要進去調查 阿苗如果照齒斗這個說法 其實並不是北市府給你A跟B版答案 中間續產會的資料全部都塗掉 阿你當然沒辦法收到阿 不是不是 北市府喔 9月19號他就拿到中間續產會給的資料 這同一份資料喔 9月20號的時候我拿到的是 業者商業資料全部不予提供全部打碼 9月21號的時候 許巧鑫跟郵書會拿到的同一份資料是高清無碼版 所以剛才也知道講了一半對啦 他說台北市政府所知很快當天就可以拿到 前提是你是國民黨的議員 大小眼喔你們 9月19號的時候 他發文的時候 我趕快跟衛生局講說 你們給的資料怎麼會給這樣子 馬上就改了阿 所以你21號在要你一定要的到這個 你說所謂的B版的資料 所以問題就是在於為什麼 9月19號的時候 我跟衛生局溝通到晚上9點鐘 他們都堅持說這是法律規定不能給 想不到隔天法律就改啦 隔天法律就改啦 就可以給啦 所以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台北市政府沒有任何一個人告訴我 為什麼9月20號的時候不能給苗博亞 為什麼9月21號的時候就突然都可以給議員 這中間的我知道 我知道當天沒有修法 對我講的說法律說不能給我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講 為什麼續場會要被罰3萬塊很簡單 因為我們看得出來說在那個 後來徐曉信貼的那個資料有沒有 中間有些廠商比如說他只寫兩個字 中醫 中醫是什麼哪一家公司叫什麼 你的地址在哪裡 你沒有給這些東西 所以被我們衛生局認為說 這個資料不夠叫他博寫罰 我覺得這OK 因為他確實不夠嘛 就罰下去這沒有問題 那圖萬財這件事情其實當然很簡單 續場會賣給他是賣斷 他是直接整批買斷 所以他買斷之後他出貨到哪裡 他不會去跟賣蛋給他的人登記 所以圖萬財跟續場會 這是兩件事情 那續場會我是認為說 趕快再把所有的鄉西的這個 營業地址啊等等都拿出來 因為這個事情本來就是要說清楚講明白 大家才有辦法說用溯源去找出 市面上到底有沒有哪一盒蛋是有問題的 這個才是我們大家所關心的東西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以說 啊誰要資料我可以給 啊誰要資料我不能給 這樣來做操作的話 那當然大家對你的信心就更加不準 一開始大家都是拿到遮險的資料 因為公務員怕舒適 你知道嗎 那你拿出一份 你拿出一份比我更早 你也被拒絕的嗎 對不對 有其他人有啊 藍營的有啊 來鼎立 台灣要的還是一個安全的環境啊 你不可以說是雞蛋有食安的問題嗎 週一到週五晚真時點請鎖定 環雨地板轉